应该是我被传唱最多的一首歌 它不是大家KDP常常唱到歌 但是在合唱界这首歌还蛮有名的 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 古秀如所写的一首客家诗 在讲高雄美农 大家如果未来去美农 美农一条街叫做花树下 在1970年代的时候 这条街的两旁 在夏天的时候听说是杨桃树 所以杨桃花会胎 就红红白白的花朵 当你经过这条老街花树下的时候 花朵就会飘落在你的肩膀上 飘落在你的脚下 非常的漂亮 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在写童话 其实不是 在这首歌在写的时候 比童话记忆被设定2003年的时候更早一点 其实是美农的这个杨桃树 那那个时候也没有互数的概念 就是你知道以前要多根 或到处要改变 很多几十年的老树就被推掉了 所以这个世人古秀如 就用这首诗来纪念 美农的这条老街 大家如果现在还有机会去美农的话 还有这条老街 但是只留下这条街 两旁的树都被砍光了 然后这首诗还提到了美农 因为大家知道以前美农最有名的是什么 是美农直散 另外一个就是美农的妇女 都穿着这个蓝衫 客家蓝衫 这是北部客家妇女没有的 就说这个花树下 住着一个老师傅谢锦兰 春去秋来 不知道有多少的客家妇女穿过这个蓝衫 经过花树下 第一段是说 花树下你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花树下开满着红红白白的花朵 人们走过去那红红白白的花 会跌落在你的肩膀上 跌落在你的脚下 那花树下住了一个老师傅 春去秋来不知道多少客家妇女 穿着蓝衫经过花树下 很简单的一首诗但是很倦勇 那我就把这首顾修写的诗呢 当下他传真机传过来 很有感觉马上有福 大概十五分钟就把这首歌写完 就没想到是我最受欢迎的一首歌 接下来带来这首法树下 谢谢 你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你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发树下 发树下 开动你的法 发树下 发树下 你失贪过梦 你失贪过梦 发树下 发树下 我叫喊 法树下 有一件乱三点的 法树下 有一件老师父 祖国的南山 祖国的社会 朝昌街门千花 来来这些 五滴滴多山 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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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还有一点点稳重 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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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天后 彭家慧的演出 再次谢谢大家 然后我的音乐呢 我现在有十张专辑 我的音乐呢都上传在YouTube 然后大家十张专辑都免费的 可以让大家视听 欢迎大家支持 谢谢 今天的演出就到这边 欢迎我们的下一位 超级天后 彭家慧 好 你怎么会什么 宇文老师 哇 这最后花树下 听得大家 如痴如醉 其实呢 我们听宇文老师呢 很会说故事 对不对 说故事 都不知道 但是太多 要说好 但这次 谢谢我们宇文老师 真正的幸福 我们说呢 在我们 呃世界客家博览会 人品音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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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乐会呢 最大特色是什么 就是 我们是一个多金的音乐会 所有邮唱来的团催呢 几乎 他们都是金曲奖的常课 每一次呢 更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 太感恩了 来 我们接下来的好朋友 NOTEMASA